学生表演短剧创意进场 为新一乡谭南村校联合运动会揭开序幕 谭南国小校长表示 这次演出的议题有珍惜水资源 反霸凌及良好家庭教育等 也呼吁村民能落实在生活中 最主要是跟我们的重大议题的课程结合 让学生还有来参与的一个社区的伙伴 能够真正了解到 学校在推行的一些重大的议题 并且能够落实在生活中 村民卖力奔跑为队伍争取荣誉 谭南村长指出 村校联合运动会是村内年度盛事 透过村运凝聚村民情感 也鼓励族人保持运动好习惯 很好玩啦 可以跟村子的老人一起运动 很开心 我们部路的村民能够自己在一起 能够除了运动方面加强我们健康之外 也要凝聚我们的一些力量 能够团结在一起守护我们这个部路 村长也说明 12月份起秋冬防疫专案启动 但因山区户外通风良好 所以决定继续举办村运 但仍然会提醒村民保持防疫卫生习惯 即配合运动增强抵抗力 让围棋两天的春校联运 玩得开心又健康 原事新闻 HUNDIF南投信义长报道